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种称号是有人说他是天才中的天才 也有人说他是莫扎特在世 也有人说他是海飞制的传人 李宗盛你好 我记得你是在12岁就离开台湾到欧洲去 一路就在学音乐 所以你跟台湾的情感是在12岁以前 可是在某一个年代1990前后 你开始陆续的回台湾来 然后你的很多表现在媒体上面 你还感觉是 你对这个台湾土地 你有很特殊的情感 比如说你常常讲一些话说 你时常提醒自己是 深切地提醒自己是个台湾人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感 我对我的祖国的这种观点 是慢慢改变的 是用英文字来讲是这种 evolutionary 就是一步一步的 我当初回国的时候 是在1979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期待 我们国内的观众会那么热烈地欢迎我回来 那时候我才19岁 第一次回到这时候 对对 然后又回来很多次之后 但是每次都是做音乐活动 我一直觉得我没办法彻底地了解 有台湾的这种 怎么讲 社会和文化 政治上面的改变 但是呢 我大概也许 年纪大了一点之后 成熟之后 我开始觉得 台湾的这种 尤其是政治的改变 很令我值得骄傲 我觉得台湾现在这种 democracy是世界上最开明的一种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也许 在文化上面的活动 我也可以有所贡献 不光是在演奏方面 所以因为如此 我才开始 像在1997年办了 第一次的国际举行音乐节 然后最近又开始 做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活动 所以这种 就是慢慢一步步改变的话 是因为我觉得是 我也需要贡献 因为我觉得我们 如果我能够效劳 帮助我的祖国 然后帮助我们台湾 自己的这种爱好音乐者 多多了解音乐 或者是让他们觉得 我们这种传达音乐的者 还是蛮有效果的话 那是我应该值得做 所以我到现在 就是一步步改变的话 现在就是这样这次来 又有教育活动 然后又有演奏活动 这种两种放在一起的这种方法 对我来讲是一个 非常令我满足这种经验 虽然你刚才讲是一步一步改变 可是你好像是一个 比如说当年你连拿护照这件事情 你都没有把 比如说你很早期 拿台湾的护照 中华美国护照 其实很不方便 那对很多人来讲 像你这样一个国际的音乐家 尤其经纪人 一定会希望你有 那个护照 是美国护照 或者怎么样 比较方便 可是你好像有一段时间 都没有去改 为什么 我当然讲老实话 那个时候 我拿台湾护照 要去欧洲演奏的时候 非常头大 非常麻烦 我要在纽约 跑多少个领事馆 然后每一家 都给我很刁难的这种要求 但是我还是继续要 但是后来就是讲老实话 实在觉得太不方便了 然后才变成 申请美国绿卡 还拿到公民权 这里让我想起到 您当年在12岁的时候 要留学到国外去拿到奖学金 是一所大学的 那我们政府当时 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政策 你为什么可以拿到大学的奖学金 你明明是一个小学生 还没有毕业 中间一定有什么诈骗 骗术什么 所以那段是不是也跟你聊聊 那段故事 对 尤其是我妈妈后来 常常跟我提起这个事情 那个时候 要拿到台湾护照的话 就是我们中华美国出国的护照 要经过教育部的一个支付优役 就是作为天才儿童的考试 然后我妈妈听说 那个时候教育部快要结束 这个考试的过程 所以要赶 要赶上去的话 那我把这个 我爸爸把我的这个录音带 送到美国去 然后美国一两个大学 给我这个奖学金 但是但是那个是 他们有先修班 所以那边很好的教授可以指导我 问题是 这个 这名书上面写的是大学啊 大学的话教育部说 哪里有个11岁的孩子能够上大学 这一定是骗人的 所以他就不让我参加 所以那时候很急 所以我 我妈妈的弟弟 那时候住在 现在还是住在澳洲 雪梨 所以他在 雪梨的时候 他说 这里有个音乐学院 听说相当好 要不要寄一个录音带 然后马上就寄去 然后他拿去给那边的教授 和校长停了之后 他马上说 我们可以给 这位小朋友一个奖学金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附中 然后我们就这名书邀请函呢 就是由附中来发 然后这个这次附中信寄来 教育部说 哦 附中没问题 这个出中就可以 教育部的规定 对 所以我就好不容易赶上 那一次的最后一次考试 最后一次的出国的 对 后来就取消了 所以很多在国内的人才 那时候 就后来就很难再出国了 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记得 就是说你觉得很感触 就台湾喜欢音乐的 喜欢艺术的小朋友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中 得到一定的那个保护 或者说鼓励 你可不可以讲讲这个 对 您这个问这个问题是非常 对我来讲是一个 有矛盾的感觉 心情上的矛盾 因为我到1981年 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文革还结束了不久 文革刚才结束 对 然后看到 中国国内的这个 音乐学院 设备非常简陋 琴也没有 教材也不够 然后对外面的演奏知识 非常缺乏 因为他们中国没有跟外面有接触嘛 但是 那边做教育活动的老师 了解多枯写 活得深入 他们都很好奇说 一直不停地问我说 为什么你在国外的 有什么演出活动 有什么心得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对贝作芬作名曲有什么看法 你对法国音乐有什么看法 就一直不停地问我这些问题 很好奇的 然后你可以看出来 那边的学生一直 我 如果在排练的时候 音乐厅都坐满了学生 因为他们真的是缺乏这个知识 就像海绵一样一直要吸收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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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种经验 很令我感动 我是觉得 怎么讲 我能够 能够有一点帮助他们的可能性的话 也是 后来很多 现在很有名的作曲家 音乐家 谭顿 鱼龙 呃 呃 陈怡这些 他们都 那时候都在在座 在观众戏 都是穷得不了的学生 对对他们都做大学生 然后在听我的演奏 觉得他们那时候就要说 哇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华人 有那个拉筋拉那么好的这个人 他非常兴奋 非常激动 然后令我骄傲的一种一种感情 呃 然后 回想 然后 刚才提的就是说 我在台湾碰到这种 政府里面的挫折 就是对比起来的话 我就觉得 那为什么我要帮我的祖国 对不对 中国大陆那边 音乐界那么欢迎我 为什么我还要回台湾来 吃这个苦 然后一天到晚 受这个这个 这个出境症的这个罪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 音乐界的未来 是在中国 就很忧心 当时 开完整个音乐的环境 对 音乐教育环境 因为台湾没有受到文革的这种损害啊 为什么 为什么台湾的音乐条件 音乐界的人 然后 不把我当作他们的光荣 然后 为什么我回国的时候 没有人请我开一个大师课 从来没有从你身上想挖到一些 比较深奥的一些技术啊 开课程 到目前 台北所有的那么多大学 有音乐系的 只有两个学校请我去开过大师班 你觉得你太难了 不是我很愿意啊 因为我都愿意到乡下的那种小地方去啊 对不对 大家都有互惠啊 对啊 我怎么怎么会不会愿意到大学里面跟 跟学生和老师座谈 但是这个是回到八十年代了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啊 因为我说后来 因为我到我的母校朱利亚去做小提琴老师之后 还是台湾没有人请我去做任何教育活动 我说我在报纸上每次记者招待会说 我愿意回来 我愿意做教育活动 但是没有人请我 所以一直到等到现在 等到我已经过了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些活动 但是呢 后面因为台湾社会在改变中啊 对对 大家对这种音乐美术啊 那种美誉的东西开始有点觉醒啊 对 因为早期台湾是一个推动 比较科技啊 对 科学方面 对 所以我就说 大家为什么不利用我 我很愿意让大家利用我在外面得来的知识啊 像我们当 你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你 对我影响力很大的 三位不得了的小提琴家 Isaac Stern Isaac Perlman Pinkas Zuckerman 他们对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们每次有机会就回到以色列 演奏 替他们乐团的抽款 然后帮下一代提拔下一代的音乐家 提拔多少个有名的小提琴家 或者其他的音乐家到国外 到世界各地做成一个这种风云人物 其实你也很向往想扮演这种角色 对 但是最少我能够效劳 不是风云不风云我不管 但是如果我能够就是即使 怎么讲 就是inspired的一些年轻的音乐家 也非常值得 但是我一直觉得有点灰心 就是没办法做到这种事情 因为台湾好像没有 没有让我有这个机会 嗯 是红尤词的 是红尤词的 这种情形 都是红尤词的 就是红尤词的 是红尤词的 是红尤词的